凡蒂冈星期四树立起今年的圣诞书 这份礼物来自退休教皇本堵的家乡德国 30米高的圣诞书将在12月初正式亮相 上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 意大利最盛大的基督节日的筹备工作 在严密保安下启动 在罗马这位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游客说 警力加强和安全措施很好 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袭击凡蒂冈 那样的话就如同袭击卖家 那就太过分了 凡蒂冈表示教皇方济各 下周出访中非共和国的计划没有改变 凡蒂冈发言人说 如同每个智者会做的那样 我们正在监视事态观察动静 不过我们仍计划前往中非共和国 我希望那里形势良好 中非方面表示欢迎 凡蒂冈发言人说 教皇希望给中非共和国 带去和平与和解的信息 那个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正在发生冲突 教皇还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 教皇星期天谴责巴黎袭击事件 称以主的名义使用暴力是一种亵渎 教皇星期三在每周例行公众讲话中说 尽管有威胁存在 教堂的大门仍然打开 教堂大门不关绝对不关 一切必须开放 意大利星期四将保安等级提升到二级 这是无直接袭击情况下的最高级别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